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寶島集團這個節目 我是Wyatt 海偶蛇 身邊的是漢光 都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台灣各樣的生活 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資訊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了解台灣的生活 這樣東西挺重要的 尤其現在還是疫情時期 入境的限制其實大家都相當關注 我們在未講這個限制之前 反而我想問香港的事情 本身台灣的入境安排是如何區分 我們先講一下 未有疫情之前 大家入境台灣有什麼分別 首先最主要是看你的身分類別 首先對於香港人來說 都有一點分類 它會首先看你的出生地 因為其實香港的身分證 大家如果適體都會看到出生地 譬如A代表你已經有永久居留 C就是你未永久的 然後後面的數字 顯示你是在香港出生 在澳門出生 還是大陸出生 這樣的情況 現在現行的政策就是 如果你是大陸出生 第一次去台灣的時候 是要先去金鐘的台北辦 做一次登記簽記 之後如果你是再去台灣 例如我第二次、第三次 就可以去搞網上簽證 但如果你是一直都已經在香港出生 就直接在網上做資料登記 然後就等幾天去批准你那個職場證 你就可以拿一部影響機人出來 這樣就可以去到的 這樣就可以去到的 這樣呀 香港人 我們這樣 這個是正常情況大家安排 我們為了補党集團 希望大家都在疫情 大家明白 但這個內臺現在是一些特別的安排 那 漢光 不如我們用一個懶人包的方式 我們告訴觀眾 即是究竟現在 例如 首先 可能分幾類人士來講的 那 可不可以講一下 我們由國民 即是國人那裏講 好 現在暫時 到目前這一刻 最新的入境安排 是去到5月13號的公告 嗯 當中公告裏面就說 如果你是有戶籍 有國籍 譬如你有戶籍 譬如是沒有戶籍 或者你真的有戶籍的台灣人 你拿著本戶籍 你基本上只要願意接受檢疫的安排 嗯 譬如 首先你要起飛前三天的核酸檢查點報 嗯 之後再加上你預先做好一些網上申報的資料 嗯 還有14加7 即是14日防疫旅行 7日的居家隔離 嗯 就可以回去 嗯 嗯 如果你有護照 只要上面的條件符合 你想去哪裏回去都可以 但如果是某幾個特別嚴重的國家 可能有一點點不同的安排 但基本上大部份的人 都是這個安排就可以了 那以我所知 外政人士 其實如果他是有居留證 那不需要問你什麼 問你什麼原因 那個原因 那就可以入境 只要遵守隔離檢疫的安排 對 只要你持有有效的居留證 因為其實居留證 它都好像我們的證件一樣 是有限期的 嗯 它就跟普通證件不同 居留證 就是如果你限期完了 你的居留身份也都已經結束了 這樣呢 台灣方面就會收回那張證 不要再給你了 嗯 就會收回那張證 只要你現在目前是持有一張未過期的證 或者你是有這個居留證副本 居留證副本是什麼 譬如現在 譬如這幾個月 你要申請醫生居留 你要申請投資移民 或者你要申請其他居留試學 讀書現在是未批准的 因為你現在是 如果你是未來的 即是九月份開學的新生 就還未可以用這個方法 因為現在是不接受這個學生 質身的學生去申請的 只要你是拿著 譬如你投資移民 他批准了你的投資移民 你拿著那張 即他會寄到你家 那張就叫做居留證副本 因為你拿著那張證 要去到台灣 換一張正式的居留證 因為居留證是一張藍式的擬卡 你拿著那個副本 其實他都會讓你入境 但還是要照顧剛才有戶籍的 因為是常常的居留證 但如果你說 我又沒有居留證 我又沒有護照 這樣有沒有都是台灣 他是有一些緊急特殊 或者人道的安排 是可以過去的 但這些都一定要經過專案申請 如果你是有一些親戚 是台灣人 他可能有一些危機的事情 這樣是有機會可以透過專案申請去台灣 那如果做生意的人 有緊急的情況 要去處理業務 那樣 這個可能要在香港 找回相關部門去處理 因為我們通常見到最多都是 可能是生命方面 生命方面 這樣批准的機會大很多 明白 但是沒有居留證 都是有機會緊急 和人道之間很考慮 通常都是醫療合關 這樣我們都說一說 大家都可能有聽過 現在香港暑假很多人回來 現在那些檢疫旅館都包含了 我們說一說台灣的檢疫旅館 台灣的檢疫旅館 每一個院子都有自己的名單 如果大家想清楚一點 都可以上各個院子的相關網站去看 因為如果你是在台北市政府的網站 你就可以看到台北市政府裡面的防疫旅館名單 首先我用台北來做介紹 其實現在的防疫旅館價 是由1500元台幣一晚 去到7000多元一晚都有 嘩 怎麼這麼遠呢 對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 首先你要去看空房的數量 還有剛剛也有提到不同的身份類別 如果你是沒有國民感染症的話 其實你每一晚要多付600元 因為它會有一點差別 如果你是台北市的居民 你在台北市住房的旅館 那就會便宜一點 就是可以做到官網站的價格 如果你是沒有身份證 或者不是台北人 這樣就會貴一點 包三餐 對 但是差別就是 例如剛剛1500元最便宜的那種 如果你不是國民的話 進去住就可能會變成2100元一晚 就是600元 每一天加600元 其實如果有14加7格格牌 20多天都一個不少的價錢 嗯 對 即是那些防疫旅館 入住之後 它還有什麼安排 剛才三餐再 有沒有安排方便 給隔離檢疫的事 基本上 通常 檢疫期間 外面的人會進去 在香港的檢疫中心 我也有一點認識 它就叫做包三餐 三餐便會送到門口 送完 敲門便自己拿 吃完東西 你那些垃圾就包好 一袋拿那些 新危害的膠袋包好 就買回門口 它便會來回收 嗯 接著 它那個 檢疫旅館的規格 都是 如果不是家人 一人去 就一個人 一間 廁所 全部都獨立 是的 是的 全部都獨立 沒錯 都是好的 是的 我想問 如果我們作為港澳人士 這個區 這個區 這個總必 還有什麼要留意 如果我要回台灣 又不如去劉靜 除了純粹的東西 還有其他事控 反而我覺得最要留意就是 你自己那個 旅館有沒有空的位置 還有第二件事是 十四加七之後的七 因為它那裡建議 都是不可以出去活動的 譬如 如果你是學生 你是在外面住宿舍的 學校那七天 即是你十四加後面的七天 學校都不會讓你回宿舍住的 是的 所以 你可能要 因為它最後的七天 除非你家人 有一個家 你自己有單獨的房間 這樣就沒問題 但是如果不是這些 你自己沒有單獨的房間 政府是建議 繼續住多七天酒店 是的 如果它供應稍微緊張 這些事情都要做 還有現在有一件事要留意 最近比較多台灣的人 去外國避疫情 例如它有外國身份 可能在外國打完針回來 所以到時都要留意一下 會不會去到八月 差不多會有些時間 去到外面那些台灣人 看到台灣未來八月疫情 又穩定一些 又開始疫苗 就會回去 這個都要留意 嗯 還要等它公佈 因為到上 這個已經是五月中的事情 這樣 那韓國人 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關於這個 這個遊境的事件 還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進入的事件 反而大家就要最後 都要記得 台灣的入境可以帶的東西 是比較嚴格 就是不可以拿香港那一套 好像我們去日本 又可以帶水果 帶什麼東西回來 台灣是農產品 還有肉類 等等 可以帶來 特別是豬肉 但是如果豬肉過去 可能見到十幾萬 十幾萬 然後就是 在金錢上面 因為 遲些可能 學生過去 又要旅館 又要什麼 可能帶多些錢過去 嗯 要記得 外幣是有限制的 嗯 譬如 所有的外幣 不可以超過一萬元美金 是的 人民幣 不可以超過五萬元 所以 都要留意 以前的日本政策 現在是更嚴格的 明白的 是的 剛才香港提到的學生 我們呢 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說一下 學生的遊境 的一些情況 似乎是比我們 剛才說的 一般情況 是來得複雜的 我們下一集再見